好 再来看到这个法拉圣公立120小学 日前发生不付钱就不能玩的事件 引发社区不满和议论 纽约州州众议员金队席 联合华策会 富顿集团等 将在30号的时候 举办一场大型的儿童嘉年华 邀请社区每一位儿童 前来享受现场的音乐 游戏等等精彩活动 欢迎度一个快乐的夏天 今天我们会够解决一些问题 关于卡尼河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for everybody to come together at PS20 have a carnival where everybody can enjoy themselves and it's part of the community we work together, we study and we play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 就是跟这些立法委员 politicians在一起 来支持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自己也是刚做一个新妈妈 我听到说小孩子 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情况 不能去参加这个 carnival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每个小孩子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 这是在反应到一些孩子 最近在 PS120 在学校园里面 我们想送一个强烈的信息 在这个社区里 我们会包括每个人 我们想要有一个大的活动 去祝福我们的家庭和孩子 的这个社区 所以请请出声 它会在10月30日 10分钟 在PS20 每个人都会出现 我们会在那天 有很多活动 好 听队席 感谢社区一起参与 促成这次更大规模的 儿童嘉年华 希望透过活动 要让所有儿童感受到公平的机会 包括读书和游乐都一样 也希望社区不要再发生 类似的事件造成儿童的伤害 欢迎全家总动员 让所有孩子都能玩得尽兴 那么包括联邦众议员孟昭文 等民选官员都将出席 与小朋友同乐